而再来众所瞩目的太平洋2023 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将在7月21号到23号 在花莲先例体育场旁的德行大草坪热闹展开 而县长许正位今天20号带领了县府团队 特别北上桃园艺文广场举行活动宣传记者会 并且开心的宣布 今年隆重邀请到了来自大西地冠军舞团 Hate Haiti让花莲的联合丰年节 成为国际指标级的活动 5 4 3 2 1 起 起 动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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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7 7 7 8 9 10 南岛的沐山正式启动 21号到23号连续三天 在花莲先例体育馆德行大草坪 我们相约见 2023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7月21号到23号 1号连续回到南岛的故乡 现在许正位先言吴建智 林正福林玉芬 欢迎政府原住民族团队 20号前往桃园市政府召开节省会 来赶紧大家一起来热舞 现在许正位表示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是全国最具特色的月舞节庆 提前阿美族布农族 泰鲁格格玛兰族 萨克雷亚族等乐舞呈现原住民族生活 尤其是我们今年是用地理环境 用鸟炭的方式来呈现整个花莲六个原住民族 非常非常丰盛的在这一块 古尔摩沙 宝地 绵峻寓出先人的智慧 还有美丽的月 舞 以及饮食 更有美丽的文化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秀古兰师之夜 而秀古兰师之夜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山山脉 桃园市长战争站也经领现场经过表示 六斗这一类桃园市人口不是全台第一 福音也是非常辽阔了 但是文化可以说是最多元的 今年特别有机会与花莲县政府 携手办理2023 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逢年节宣传集会 特别选丽在桃园义往广场举办 也象征着族群共好的意义 花莲和桃园除了县长和我本人个人渊源以外 花莲是我们全台湾原住民朋友是最多的一个县 桃园是第二 我们桃园有原住民朋友有8万多 那么其中很大的一个族就是我们阿美朋友 阿美朋友筹过3万 所以我说桃园和花莲有很多很多渊源 那么我很高兴很高兴 今年我们花莲的联合公年季 刚才讲说7月21到23号的宣传记者会 今年第一次到桃园来做宣传 我觉得这个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林运处艺术文科科长学校表示 每年原住民族联合封印节 接邀请各原住民族群以及业务交流汇聚 充分展现云术民族多元文化 幸福也荣幸邀请来自大西地南岛文身艺术大师 将活动现场与游客交流传统艺术 分享来自大自然神话日常生活创作灵感 如何成为唯美艺术文化的图像 欢迎大家一同来花莲享受 优美沙海融合风情 好看好吃好玩好观也是满足 记得讲方面 桃园世报导